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要挑战大家的思维 深入探讨2024年美国大选中关于中国政策的疲软辩论 显然 这场选举季节并未如预期那样引发激烈的外交政策讨论 尤其是在涉及中国的问题上 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对中国的强硬立场似乎都在减弱 特别是在拜登政府的稳健政策和特朗普的含糊态度之间 我们将分析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 以及它对美国在亚洲影响力的潜在影响 在这个背景下 我们也会揭示一些党派间的攻击与反击 特别是针对副总统哈里斯和州长沃尔兹的抨击 并且探讨这些攻击如何忽略了沃尔兹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清晰立场 同时 我们不会放过特朗普对中国的独特态度 他如何影响美国的国际形象和盟友的信心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让我们一起剖析这一场看似平静却暗潮汹涌的政治博弈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 在这段时间里 我们将深入探讨一篇来自外交家 Diplomat 杂志的文章 这篇文章聚焦于2024年美国大选中的中国政策 辩论的疲软 让我们一起揭示其中的奥妙和背景 分析其背后的多重因素及其可能带来的影响 文章开篇指出 尽管去年曾预期在美国选举季节中 将会有关于中国政策的活跃辩论 但这一预期并未成为现实 实际上 2024年的竞选活动中 外交政策整体上优先级较低 民主党的政策纲领中 外交政策的处理包括对中国问题的关注 排在10个总体政策优先事项的最后一位 而共和党的政策纲领虽然提及了中国威胁 但相比2016年和2020年有所淡化 文章分析指出 导致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是 当前的国际局势 特别是袈裟战争的争议 已导致超过4万人死亡 这无疑使中国问题和其他外交问题黯然失色 但更加关键的是 拜登总统在国会中与两党多数派的建设性接触 减少了关于中国政策的辩论空间 拜登政府通过国会推动了超过2万亿美元的支出措施 以加强美国的基础设施 高科技产业和电动汽车 及相关产业的先进能力 这些都集中在与中国的竞争上 拜登政府在国会两党支持下 已经在印太地区 欧洲盟友和加拿大的支持下 建立了广泛的安全 经济和外交关系 以对抗中国的野心 简而言之 中国政策在美国并不具争议性 因为拜登的立场与两党国会多数派一致 他在台海问题上的立场 甚至比共和党任何候选人更为强硬 然而 最近的党派媒体 对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和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 沃尔兹的民主党票提出了批评 指责他们有亲中倾向 可能危及美国国家安全 批评的依据是沃尔兹在1989至1990年 作为英语教师与中国的接触经历 以及他在进入国会前 作为高中教师期间领导学生交流活动的经历 这些党派攻击忽略了沃尔兹对中国政府 在人权和香港 西藏压迫问题上的强烈批评 他在美国国会 行政当局 中国委员会的服务 尤其值得注意 该委员会自2000年成立以来 比任何其他美国政府机构更一致和尖锐地批评中国的专制作法 同时 众议院监督委员会已经对沃尔兹与中国的接触展开调查 以寻找可能危及美国的证据 然而 文章指出 民主党人对前总统和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对中国的态度却反应迟缓 特朗普已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更高关税而闻名 但他多次偏离国会 两党多数派和美国媒体及公众舆论 对中国威胁的态度显得模糊不清 他不仅淡化了中国在威胁美国安全和福祉方面的作用 还避免提及那些早期文件中对台湾的强力支持 特朗普在与中国领导人的互动中反复发表积极的言论 称赞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聪明和智慧 甚至称其为朋友 这种姿态不仅与他对台海问题的模糊态度并行 还批评台湾 指责其利用美国在先进计算机芯片生产方面的地位 对特朗普行为的一种解释是 他试图与中国领导人达成对美有利的协议 这一策略在2020年1月的临时贸易协议中得以体现 但该协议中的承诺至今并未兑现 文章强调 特朗普对中国的特殊言辞虽然在美国选举辩论中被忽视 但对美国在亚洲的影响产生了不利影响 亚洲政府 特别是该地区的美国盟友和伙伴 正在调整对中国的政策 并减少对美国反制中国挑战的支持 这一趋势主要由于特朗普的中国政策引发了地区对美国的怀疑 即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 美国是否能在面对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时帮助亚洲伙伴 展望未来 文章认为上述问题不太可能在总统选举剩余的几个月内引发重大中国辩论 然而 特朗普在中国问题上的姿态已经削弱了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这增加了美国在应对中国崛起 及其区域和全球野心时的政策复杂性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看到 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的中国政策辩论较为疲软 其中包含了多个层面的因素 首先是当前国际局势 特别是中东地区的冲突 使得中国问题在竞选议程中相对靠后 其次 拜登政府在国会中取得的成就和两党支持 也减少了辩论的必要性 但最引人注目的是 前总统特朗普对中国和其领导人的独特积极态度 及其对台海问题的模糊态度 可能会在未来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产生深远影响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特别节目 我们将继续深入探索这一复杂而重要的议题 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我们今天来谈谈2024年美国大选中的中国政策 首先 我得说 这次选举中的中国政策辩论真是令人失望 拜登政府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坚定 与两党国会多数派意见一致 这固然值得赞赏 但这也导致了辩论的缺乏 好像大家都觉得这事儿已经解决了一样 这就像一盘无辣的火锅 烫是烫 但就是没胃耳 楚天书 你这话说的有点过了吧 难道你认为每次选举都得靠中国问题来炒热气氛吗 拜登政府做的那些基础设施投资 科技发展和对中国的不利野心的打击 难道不该被认可吗 这就像是烤鸭 外表金黄酥脆 内里多汁鲜美 你竟然嫌他没加辣椒粉 哎呀 谢琪琪 你真是弄错了重点 我说的是辩论的缺乏 不是政策的内容 你看当年冷战时期 谁不记得肯尼迪和尼克松的辩论 那可是火花四箭 现在呢 特朗普对习近平的那些奉承言辞 简直就是在给中国送鲜花和礼物 还说什么要跟中国搞好关系 这不就是把美国的底线往后挪吗 这要是冷战时期 这种态度早就被骂得狗血淋头了 楚天书 你这是鸡蛋里挑骨头 特朗普的奉承言辞 你说得对 但这不代表他真的 就不会在必要时刻对中国施压 特朗普就像是个挥舞着大棒的糖果贩子 嘴里说着甜话 但手里随时准备揍你一读 再说了 拜登的立场比任何共和党候选人都要强硬 这不是已经够清楚了吗 还辩论啥 就像是看足球比赛 裁判吹了哨 球尽了 还非得在场上再吵一架吗 谢奇奇 你这比喻可真逗 特朗普的糖果贩子比喻真是绝乐 但问题是 他的甜言蜜语可不止对中国 这让亚洲盟友们心里忐忑不安啊 你说得对 拜登的政策确实强硬 但这也不代表我们就应该停止辩论 民主的精髓就在于讨论 辩论越多 政策才能越完善 这就像是中餐里的麻婆豆腐 辣得越透 味道越好 大家才喜欢吃 不是吗 楚天说 你这魔术好像有点道理 但你得记住 选民也需要休息 2024年的选举季节已经够繁忙了 大家不可能每个问题都拿出来变个天翻的覆 再说 沃尔兹的背景被拿出来炒作 这就像是吃饭时突然发现菜里有颗米粒 难道这就能改变整桌菜的味道吗 我们需要的是实际行动 而不是唇枪舌剑的辩论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各位认可